关于这个搜索节点这个呢 这个它的实际的书写的过程 跟这个便利节点呢是一样的 所以呢在这里我就不重复的写这么一个过程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往后看几个方法 第一个是或许最小值的方法 那么对于我们这种二叉数来说呢 或许最小值很简单 只要不断的往左找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例子对吧 11 8 12 69这样的一个数结构来说 那最小值是哪呢 当然是这个数的最左边这个元素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一下 获取最小值的方法 以及对应的获取最大值的一个方法 我们把这个例子完善一下对吧 咱们插入8 8 11 6 9 t点insert 12 对不对 t点insert12 看看够不了 看看够了没 应该先插入11对吧 它作为根结点 11 8 6 9 12对吧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么如果我们调用了t点min的方法的话呢 获取到的应该是它最小值6 调用它的max方法呢 嗯 获取到值应该是这个12对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实现一下这个this.min等于function对吧 return return什么呢 咱们同样的去实现一个内部的min方法 对吧 对这个root这个从根基点开始便利 去获取它最小值 哇 min等于function node 对吧 首先我们考虑第一种情况 在调用min的时候 在调用min的时候肯定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 对吧 竖还是空的 第二种呢 竖不是空的了 对吧 那如果是空的呢 那就无所谓最小值了 对吧 那么所以我们要判断 if node等于node 对吧 因为我们一开始把root传记吧 如果node等于node的话怎么办 直接return就行了 对不对 return什么呢 return比如说node吧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去获取它最小值呢 在这里我们不再使用地规的方式了 而是使用一个vial循环 那怎么去使用vial循环呢 vial 什么呢 如果node存在 对吧 且node.left存在 node呢 就等于node.left ok 咱们看看最后这个node会是什么东西 console.log.node ok 咱们来试一下 这个方法 t.min 最后查找几点是什么 最后得到几点是6 对不对 因为这个vial循环怎么办 首先 我们这个数改了一下 对吧 这个数不是干那个数了 这个是一个新的数 用咱们之前pt做的一个数来分析就好 首先对于这一颗数来说 首先我们从根基点开始找起 然后去找它的left 如果它的left存在对吧 那么我们去找它的left 然后呢 如果它的left一样存在 那我们继续去找它的left 那对于6来说 它再去找它的left存在吗 这时候不存在 因为它left为node对不对 ok就找到这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 这里咱们就写很简单的代码 对吧 如果node.left存在 那么node呢 就不断的复制为node.left 这跟咱们的链表会比较像 对不对 然后最后return这个node的值就可以了 因为当它满足条件的时候 满足什么条件呢 这node.left不存在的时候 就比如说对这个6来说 它没有左侧直接点 对吧 那么它就是一个最小了 所以把它value返回回去就可以了 那同样我们去实现一下max方法 this.max等于function 对吧 同样是returnmax的root 然后呢 varmax等于function 对吧 这段代码其实可以直接复制粘贴一下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把这个left改成line 对吧 ok 测试代码的时候到了 就是最轻松的一个方法了 对吧 意想意料值呢应该是12 我看看啊 这里我们报了错吗 忘记在这写这个了 对吧 偷懒偷得过分了 t.max的是12 这两个方法呢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好了 那这就是二叉搜索数数的一个好处 对吧 那么它相对于 如果是一个数主来说呢 我们要查找其中的最大最小值呢 还是需要花一定的时间了 但对于二叉数来说呢 大部分 它的时间 应该是减半的 对不对 应该是减半的一个搜索时间 好了 接下来我们 看移除节点了 这个移除节点是整个数里面 最难的一个部分 对吧 比如说某个著名的程序员 头疼拉夫斯基就说过 数结构最头疼的就是移除节点了 为什么呢 因为移除节点会有很多种情况 比如说你移除这个节点 是不是直接移除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你要移除这个节点呢 对吧 这第一种情况 你移除这个节点很简单 那么比如说 你移除第二种情况 你移除有两个子节点的 那么你应该让谁来代替它 让它来代替它呢 还是让它来代替它呢 对不对 那么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再比如说对于9来说 假设它有两个子节点 一个是10 OK 一个是not 它有一个子节点 对吧 那么你要移除这个9的话 那怎么办 就在下面找一个存在的节点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三种情况 咱们分析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页节点就是最后的一个节点 直接删除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 如果它有两个子节点 你怎么去选择 用哪个 要哪个子节点代替这个位置呢 那第三种情况是 如果只有一个子节点 那么很简单 你只要把存在那个子节点 挪上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既要使用地规 又要分析这三种情况 那么它们两个结合起来呢 是非常非常恋感到头疼的